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人分别是江皇后和大名鼎鼎的千年狐妖打击 顺着这条土路一直往前走 大家看见两座高大的墓种了吗 现在下去看一下它的墓碑 这边写的就是江皇后之墓 从商咒王墓往后走有两座古墓 第一座就我身后这座 这个墓碑上刻的是江皇后之墓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王后 在封神榜中 这位江王后可是死得非常的惨 这个江王后她是商咒王的原配王后 也是一代贤后 这打击入宫以后深得商咒王的宠爱 后来这打击设局开始陷害王后 最终江王后是惨死在宫中 这就是封神演义中的江王后 那么在历史中这个江王后到底是怎样的呢 首先咱们得说一下在历史中是没有江王后这个人 她的原型应该是九猴之女 很多朋友对封神演义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 但是小说它不是历史 关于江王后在历史中没有任何的记载 至于刚才咱们说的九猴女 这不是她的名字 在当时鄂猴周猴也就是周文王 还有这九猴啊 他们合称为商朝三宫 在史料中并没有记载 九猴的女儿到底叫什么 在史记中说到九猴女 无论是她的容貌还是品行都很不错 这么优秀的女人 当然会被商朝娃纳入后宫 根据史料记载 说这九猴女啊 比妲己入宫的时间要晚 这就说明江王后的原型九猴女 并不是王后 是小说作者为了故事情节 才让她当上的王后 从我身后这座江王后墓 往后走 就看到了一座墓种 这就是大名鼎鼎苏达己的墓 在她后边 这座墓就是苏达己的墓 关于苏达己这个人物 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在风神榜中她是九尾狐狸精 商朝的灭亡跟她有很大的关系 一说到达己 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个狐狸精 商朝娃为了她不理朝政 每天就知道饮酒作乐 在影视剧中啊 达己是一个蛇心心肠的女人 比如她怂恿商周王 杀死忠臣笔干 这就是风神演义中的狐狸精达己 那么在历史中 达己是怎样的呢 刚刚说到苏达己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朋友认为 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或者她是一位游戏里的人物 其实在历史中是真有苏达己这个人 那么为什么她会被写成狐狸精呢 据说苏达己所在的苏氏部落 她们的图腾就是狐狸 在春秋时期 这国语中关于达己是有明确记载的 她是苏氏部落的女儿 所以我们叫她苏达己 在当时商周王攻打一个苏氏部落 后来这部落的首领 为了让部落的人们能够生存下去 于是决定将达己献给商周王 在史记之前 关于达己并没有太多的记载 在史记中有一段记载 说达己是商周王非常喜欢的女人 只要是她的要求 这商周王基本上都会答应 根据史料记载说了达己进宫的时候 这商周王都五六十岁了 这个年龄她宠爱达己 不至于把王朝都给宠爱没有 在商朝这女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比如殷须著名的傅浩墓 她是商王五丁的妻子 当时率领大军四处征战 她为商朝拓展僵土 立下了汉马功劳 所以在当时 商周王宠爱打击 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商朝以后 这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改变 她会认为只要听信女人 这就是有错 如今关于几十条商周王的罪上 都是在周朝以后逐渐增加的 很可能商朝灭亡以后 这周朝为了强化商周王荒淫的形象 把这打击这个人物进行夸张和放大 让她成为一个特别坏的女人 在历朝历代 这王朝灭亡基本上都是归咎于女人 比如武则天 比如杨贵妃 比如慈禧代号 还有这位牧主人素打击 其实这都是给男尊女辈的思想找借口 一个王朝的灭亡既是统治者的不作为 也是历史的必然 跟这女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想不想再试试看 if we can 我们还没赞口 这对方的规定 按赞口 在这边 我们下期待 按赞口 关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谢谢所有观众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